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5月10日 星期一 今天我其實分開兩節 兩段時間錄節目 這個是關於這個 時差問題 現在我們錄音就是 傍晚 5點 五十多分 即是6點的時間 因為我們 錄音的時候 錄了三節就很累 頂不住了 終於都睡著了 所以我在後備頻道上片 也上了兩條 第三條也上不住了 就已經睡著了 完全 也搞不定 後來才補上了兩條 所以大家如果看到我們主頻道和後備頻道 有兩節節目是有一點出入的 不好意思 另外我想跟大家說說 接下來可能我們 根據那個 生理時鐘和時差的關係 我們 也會 可能是 早上也有影片出 晚上也有影片出 大家密切留意 我們這一節要說一下 一個 斬首行動 這個斬首行動 最近 揭秘 就是伊朗 聖城軍 總指揮 蘇萊曼尼 也是伊朗的第二號人物 除了精神領袖哈梅內伊之後 他就是第二號人物 總統基本上 未必是一個實際話事人 他 竟然遭到美軍斬首 大家當時 握手清慶 大家都覺得 十分之興奮 在去年的時候 行動細節 慢慢曝光 原來是當時的CIA局長蓬佩奧 策劃的 他是三年前策劃 當時他是 這個 中城部局長 我們要詳細講講這件事 還有 講到現在美國 最新的政策 究竟會不會跟隨蓬佩奧 他所定下的目標或策略呢 因為我們看到現在的國務卿布林肯 可以說是燒規曹徐 跟隨著 這個 蓬佩奧的路線是一直走下去的 可能是 他們的兩黨也覺得那個路線 才是正確的 為了美國利益 他們是跟隨蓬佩奧 或者沿用蓬佩奧的路線 那麼究竟蓬佩奧的路線 是不是會 推行其他地方的斬首呢 我們這一節 就跟大家詳細分析 這樣說之前 記得支持六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通擊五毛 訂閱我們的Patreon 以及星期二日報後備頻道 月費贊助 睡醒之後 人精神很多 因為到了昨晚錄音的時候 有些屎嫂迷糊糊 可能有些說得不太好 希望大家多多包含 充完電 睡醒之後 那個精神狀態就比較好一點 頭腦也開始清晰 說話也比較流利 好了 讀一讀新聞 再跟大家分析 美國和伊朗關係近年 持續惡化 關鍵事件之一 其實是伊朗第二把手 蘇萊曼尼 2019年在伊拉克被美國凶襲身亡 有美國的官員披露 刺殺蘇萊曼尼的計劃組在17年就開始了 由當時的中情局局長蓬佩奧牽頭制定 暗示目標其實不止一個 目前蓬佩奧和其他高官 其實處於伊朗報復的風險 當然他們有特勤局的人去保護他 蘇萊曼尼生前 是伊朗革命衛隊旗下的聖城軍 指揮官 當時更加是伊朗 政權實質的第二把交椅 剛才我講了 因為 實際那個總統是沒有權的 即是 只是做樣子 真正的話事人就是哈梅內伊 他們的精神領袖 之前那個叫高米尼 高米尼死了之後 就輪到哈梅內伊 就是他的教皇 這個新聞 星期六報導 引述CIA的高官指 蓬佩奧17年初上任局長 已經開會討論刺殺蘇萊曼尼的行動 與會者包括CIA的反恐任務中心 以及特別活動中心的成員 會上提出多個不同的刺殺計劃 消失人士指 政府內部曾經對刺殺計劃的異見紛云 有官員 認為歐巴馬政府對於伊朗政策軟弱 對刺殺行動表示歡迎 亦有人關注行動的合法性 但蓬佩奧據報當時就說了 不用擔心這是否合法 這是律師的問題 十分之好 合不合法律師去搞定 我們只是負責殺 很多人引用普京的說話 原諒這群恐怖分子是上帝的事 我的責任是送他們去見上帝 當然是不是真的他說我不知道 其實他也有必要送他們去見上帝 因為他 也是恐怖分子 這個 當時報道說美國在18年退出伊朗核協議 斬首計劃籌備也開始認真 直至19年底伊拉克基爾 庫克的軍事基地 遭到 火箭攻擊 一個美國的民間承包商喪命 軍火承包商或者僱用兵 時任總統特朗普決定對蘇萊曼尼的斬首行動 開綠燈 一個官員表示 特朗普希望行動有作他連任總統 希望贏得讚賞 18年 以及 選總統其實還有一些距離 這個說法當然不是很適合的 因為是根據 他的不同的做法而已 曾經在特朗普政府擔任代理防長的米勒就透露了 蘇萊曼尼不是唯一的行刺對著 還有其他目標人物 包括 伊朗革命衛隊 升城旅的也門指揮官沙萊 以及受伊朗支持的伊拉克 十業派民兵組織人員 人民動員的成員 PMF的成員 但是這個計劃還沒有實現 可能有其他的原因 更加說在這個行動擔當重要角色的蓬佩奧 以及前朝的伊朗特別 代表胡克 讓美國高官 現在面臨著伊朗刺激的威脅 一個沒有據名的前白宮高官表示 特朗普卸任總統的倒數日子 撥款1500萬美金 保護這班面臨外國勢力或其代理人 嚴重有證據威脅的卸任或 退休高級國務院官員 主要就是特定保護 胡克和蓬佩奧 這是來自英國每日郵報的消息 我們在這裏研究 其實現在整個 拜登政府 基本上就是沿用奧巴馬班底 但是外交政策 他們 就是 比較走回特朗普的路線 當然是這個中東問題 我們看到 其實對於中國問題也是 走回奧巴馬那種綏正政策的主意 現在這樣的環境 如果中國的威脅越來越大的時候 我認為 民主黨 在這方面 做得是比共和黨兇狠 而他們 可以 做出 大家也知道很多傳言 金賴迪就是中情局的人員暗殺 可能是左傾 不排除 這個中情局會做很多暗殺行動 包括刺殺總統 連自己的總統也不放過 那麼何況 一些 威脅全世界安全的 這些魔頭 你要殺普京也不是難的 包括習近平 當你出席公開場合的時候 當你的頭頂看到太陽的時候 你的目標就隨時暴露在美軍的追殺 這個目標之中 我們可以看到 當時拉登 如何逃避美軍的追殺 基本上他是不見天日的 他只躲在山洞 或是在 大宅裏面的地牢 完全不敢曝光 因為他怕曝光就會被 美國的間諜衛星拍到 其實中國 俄羅斯有甚麼分別呢 你 只要出席公開場合 其實美國就有能力可以炸死你 包括 炸死你身邊的所有走狗 所以 現在我們就這樣看這個 行動 故意要曝光這個行動 其實 我認為是 造成一個輿論 是全世界的輿論 就是他們 面對一些 對世界有極端威脅的人物的時候 他們可以選擇用最低成本法 把他們斬首 這樣 就可以勉強很多戰爭 大家想想 伊朗被炸完之後 雖然是有還擊 但是已經是沒有以前那麼囂張 我現在隨時可以把你們的領袖的首級取限 很簡單 你 惡得出甚麼樣子 我要你隨時拿你的名字 你想想 當這個習近平 當這個普京 在國內公開活動的時候 隨時可以拿你的首級千里之外 所以 我們認為 這是向全世界發出的警號 也是為輿論做一做 事先的準備功夫 讓人們 適應了這個行動 接下來 如果萬一有一天 大家可以看到報紙 習近平被斬首 大家不要驚訝 好了 這一節我們暫時先到這裡 拜拜